好,這是我們那個8月21號訪市的簡報 那我這邊先跟園員講一下我們的每一頁大概要講的重點 前面這幾頁是高雄科技大學的簡介 這邊是私企做的 我們就是一樣,第一頁就是大概介紹一下 那個園員你是在體育室 然後再簡單介紹一下綠老大跟那個好哥兩個人 然後跳到第二頁開始就請你介紹 高雄科技大學今年是三校合併 然後簡單的介紹一下海洋科大、高音大、低科大 他們的一個成立,什麼時候成立 這個大概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今年三校合併的一個情況 第三頁的話就是講合併之後學校的特色 這邊聽期都有都有作用 大概簡單的看是要照顧還是就請委員看一下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應該是就是你希望另外再強調的地方就是目前高科大這個在這個運動部分的那個自信團隊這邊應該這應該你比比我更清楚要講什麼 那接下來才就是進入我們這個整個這門那個非正規教育課程目前在開課的情形這個就是我們這個這個報告到這邊之後開始我我會給你一個那個就是每按一下他就會到下一步下一步的這個所以目前按按下一步的話就是你一開始這個標題就是這個 所以現在就是說我現在正式跟委員報告目前那個所以這一門課程在台灣Live開課的情形跟成果 那他通過第一梯是通過之後就馬上就在7月1號就開這個學分班 然後那我們就是36小時10週目前還在開課中 那這邊的這一邊最主要的這一頁要講的是重點就是說那個什麼時候開課 然後他的時數跟週數他目前還在開課中 那再按一下的話就是你們三個授課老師都會出現那這邊順便講一下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這一頁就是那個 那個課程認證課程通過之後的那個課程認可證明書 所以我們是5月3號通過 所以我們馬上隔兩個月7月1號就馬上配合空大跟教育要求 我們就馬上開課 那你在講的時候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如果你收到這一頁要講的重點 第一個是看畫面第二個是 我這邊都有一個字去強調這一頁要講的就是我們 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像這一頁的標題就是通過認證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開課情形 這邊的話可以拖一點時間 就是說你再按一下的時候他會簡單的 播一下這一門課程的介紹 我這邊 那因為我現在要錄給你聽所以我先把聲音拿掉 你只能聽到我的聲音 他這邊就是大概介紹 所以這門課程十週從7月1號開始直到第十週每週要教的內容 所以你可以看這邊每週的教學內容 第二週是教什麼 然後第三週是教什麼 這邊我已經簡單的做一個後製 把每週要介紹這邊把它播出來 這邊你可以選擇就是直接播讓委員看就好 或者說每一週到一個新主題的時候 你就大概念一下 比方第三週是強化核心肌群 然後第四週是強化核心肌群的下 找回馬甲線 那這邊播完之後你就繼續按 那你這邊就會強調說我們這一門課程 在還沒有去參與教育部的非正規課程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就配合那個摩克斯計畫系列摩克斯 就有在台灣Live同一個平台開課 那我們等於是在去年11月到1月這個就有就開課 那當時第一次在台灣Live開課是914人 然後通過玩課的有140人 玩課率是15.4% 那以摩克斯來說它的玩課率算很高 而且它的修課人數也是當年應該講也是去年那個 教育部摩克斯計畫是所有參與計畫的課程跟大學裡面 修課人數跟課程點閱率是我們是全國第一的 第二次開課也是馬上緊接就是也是隔兩個月就開課 所以但是我們通常摩克斯第二次開課的修課人數會降很多 但是我們並沒有發生這樣的情形 反而是修課人數維持也是在800多人 而且反而我們的幾個通過的玩課人數到273人 然後玩課率33.7 那我們要通過這一個課程拿到摩克斯玩課人數的話 是你要去通過它的我們設的測驗 而且我們測驗的題目其實還蠻難的 如果你沒有看影片你要通過這個測驗不容易 但是我那個學員都還蠻紅場的 那我們這個課程開課前兩次都是在台灣耐福的 而且是以摩克斯的形式 而且就是開課的時間 修課的開課那個中間每次開課間隔大概只有一兩個月 那你可以看我們6月10號完課之後 我們再拿到非正規課程認證之後 緊接著7月1號其實幾乎隔不到一個月 就開課開這個學分班 那學分班我們的限制是 名額限制是 這邊我等一下會改 名額限制是200人 那修課人數我們就是又設置 就超過200我們就不熟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是以200人額滿的情況是在 開課所以因為是學分班我們就沒有像摩克斯這樣 就是說你那個人修課人數越多 就還是要做個控管 我希望說第一次開課就就就就一直 證書就就就發害多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控管 就是說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去把這個學分班的學分的 學生的品質跟老師的一個實生互動 可以比較更有效經營的去管理 所以我們的名額控制是在200人 那目前是一個就 額滿就開課 那目前的話如果學生要再報名 這邊學分班是沒有辦法再報名 所以我們下次再開課 那我們的學員國籍因為是學分班 我們希望就不像摩克斯這樣說 來自不同的那個華人地區每個國家 我們都都會說我們是希望還是以台灣為主 那大概目前的情況是這樣 就大概還是有一半 百分之五十五都是以台灣 就是有中華民國身份證的學員在修讀 那那個大陸的話是七位 然後百分之有四四五的可能就是沒有 沒有填他的國籍 那我們目前還在開課送稅 還不知道到時候那個 玩客認輸 台灣以外的要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那到時候可能要跟委員 或是跟這個台灣Live 然後空大這邊再做一些研究跟討論 因為我們課程另外 到時候 玩客又變成學分班 可能會再度提高到 將近百分之百都可能 其他國籍這邊我們可能要做一個溝通去 或是說怎麼樣的一個解討方式 那整個課程開課的話 我們就是每一周都會做一些公告 公告說在平台做公告說每一周的上課內容 那尤其是在這一個是學分班 我們都會再度去強調 這個請修課的學生學員 一定要去做按照課程的玩客標準去 去進行這個課程 才會拿到這個學分的證書 尤其是測驗 影片 立體討論它的在玩客通過域的 那個玩客項目是非常重要的 那 台灣Live的工作人員也非常的協助我們 他都會 跟我們提供一些學分證明書登錄 通知我們學員去做個人資料的登錄 那這個是空大所提供的這個學分班的學員登錄 那這個資料是由 空大台灣Live那邊提供一個連結 那我們在課程的開課平台去做的一個訊息公告 修我們這門課程的學分班的課程 就學生都會來這邊做一個資料登錄的動作 那目前的課程的進度是到第八週 就是8月19號到8月20號 那我們每一週的內容 我想委員在審課程中大概有看過我們的內容 一個方式的話 就是每一週會有五 大概會有大概六七個教學影片 然後每個影片就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教學主題 然後配合線上測驗線上的討論區 這樣第八週的話是教這個強化下肢的集權 那這個一樣就是請學員看完影片之後 後來就是進行當週的測驗 然後測驗的話我們也是一樣大概每週安排實體 那從這個題目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如果你沒有看影片的話 你要拿到這個學分證書其實是不容易的 那除了做測驗之外 就是請學員看完影片 自己再實際去配合這個老師去做一些動作 有什麼問題等等 或是說其他有關體制的問題 學員都蠻踴躍在這邊去做發問的 那這邊除了說本來是打算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丟個議題 然後學生來這邊做共同討論 後來就發覺其實這種實務操作課程 其實幾乎不用設計議題 學生就問題一大堆 所以我們看幾乎每一週學員都會 都會實際去做練習之後 然後去做一些跟老師做一些發問 那一樣就是學生問問題 那比方說我們看一下 這邊就是說這個學生 他看了影片之後做的一些問題 比方說他做關節運動 關節發出聲音 那我們一樣就會由老師去做一個回應 去解答解或這個學生做練習 發生這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這是整個在議題討論區的線上互動的情況 那這就是我們目前的一個開課的情形 那這一門課程就是 在三週以後就課程結束了 那到時候就會把這個課程通過的學分認輸 再發給有玩課的 成績有幾個的這些學生 那我們的報告 永遠就想就報到這邊結束 Recovery 有的時候 PIP